七成民眾反萊豬 蔡政府說國民黨也開放萊牛 賴清德還說都是馬英九的錯 他好像不知道 什麼叫做牛豬分離 兩歲半以下的小牛 他們代謝比較快 所以在屠宰前 一個月吃萊克多巴胺的話 到時候都代謝掉了 他怎麼連這個都不知道呢 他不是醫生嗎 一筆真的差很多 馬政府時只能進口 三十月齡以下的小萊牛 高風險部位像是頭骨內臟等等 通通不准進口 蔡政府現在卻是全豬全牛 通通開放 連容易殘留萊劑的內臟 也都進口 開放全豬全牛和內臟 對健康到底有沒有問題 乙型受體素用多的話會 他會有些研究顯示 還會縮短壽命 這個是已經確認的事實 而且還寫入教科書 而且在基礎 醫學科學上 分子生物學層面 他的研究已經很透徹了 一點都沒有模糊的空間 包括總統 副總統 甚至行政院長也說 我們來的都吃九年了 也沒有吃出問題 你糖尿病出現的時候 你也不會有任何的症狀 當政府禁止軍人 警察學生吃萊豬 民眾就要問 若萊豬真的如此安全 總統和大官們 為何不天天示範 吞萊豬 進步 也就是 你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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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 學生 聽說 你不斷 是 你不斷